其实我早想到了 就凭你这心眼吧 老飞 你早会儿有一天啊 能把咱这飞梦啊 真的弄成飞了的梦 胡说什么呢你 这花啊 你自己看着办 还有昨天那个 你上门服务的钱拿来 变成这两盆花了 你再说一遍 那钱变成这两盆花了 我一直很相信你的人品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私随公家财产 老飞 你知我昨晚干嘛了吗 我阴工差点没死到电梯里边 你知道吗 不是 那电梯它怎么就关了呢 我遇上故障了 险下出不来啊 像我们这种见过大世面的人 我跟你说 我们都是视金钱如粪土的 公司的钱和我的钱 我分不开的 知道吗 那行 这事你交给我了 我回去去查查 肯定让他跟你说法 还有这花啊 你得给我一说法 是吧 这 这花多少钱 二十 那个呢 十八啊 但那个大我可以摆你办公桌的 那行 那你给我二十 这桌子是谁的 是你的 也是公司的 我不要了 不不不不 这桌子你得要 那要不然这样 我桌子也不要了 花也不要了 我给你二十 行吧 我走 你得办公 我离开飞梦 我不干了 别别别别别别 你给我十八 那把这烟斗迪给我也 不 这我宝贝 二十 是吧 我走 吃酒 坏人 这次去诗阳看见小欢了吗 看见了 他有对象没有 你给介绍啊 你不是说不给人介绍对象吗 这次啊 我还真想破个例 但是下不为例啊 什么人 我现在啊 正在对他全方位地进行审查 等审查好了 我得向你汇报 你少卖官子 过期作废 谁 杠红回来了 谁 杠红啊 行了 我不爱吃这个 你啊 就是因为我和我们家的人 对你都太好了 老是及时地给你灭火 现在变成温水煮青蛙了 你要再不跳出锅去 我跟大宝贝没什么指望了 是 你跟你们家人对我怎么那么好啊 你说 说这么些年了我就奇怪了 我让水煮了这么些年 我居然没被煮死 命好 你有没有良心哪 我今天这么伺候你 你还不满足 再说了 他说这房子也是我们家的 本来就是我妈分的 要给三弟结婚用的 你知不知道 结婚的新房是不能随便借的 可我为了你我借来了 一借就是三年 我让你借了 我让你借了吗 我们家有房 他回来就回来呗 跟我有什么关系 弄得神神秘秘的 耿洪这次回来 可是想跟想欢和好的 让他少来 你瞧你这人 你听我爸话说完 耿洪这次回来 是下来挂职锻炼 两三年以后肯定会提升 这叫年轻有为 怪不得小欢这两年 找不着合适的 前面有个标杆他跃不过去呀 耿洪他转了一圈 这孩子心里啊 还是放不下小欢 你不愿意跟我爸爸在一块儿路 你非让我搬过来 还怪 你小脑子现在 孩子孩子们一块儿踩一块儿 让我帮我爸看你 看看你现在这胸馅 还有你这嗓儿 这要在我们家你敢吗你 反正我是跟你说了 今天我陪你来 你要是再不把房子要回来 那你就是故意的 哎 你慢点走动我一会儿 林泽 你今天不说清楚别想上班 幸亏我还有个班上 要不然我就自杀去了 哎 哎 姐夫 我其实非什么暗器呢 你先武林告老婆 之前常理你这事 什么都能当暗器 你好好讨教我 你还真赶走啊 姐夫你干嘛去 我上班 小杰刚来 见个面说几句话 你好你好 改天隆重欢迎啊 你堵着点 我们都来了三次了 谁是会敲开门啊 那正好都是不在家 我得走了啊 姐夫就三句话 三句半都成跟你解说 哎 哎 你还真敢走 哎 有本事你往后别回来 哼 但凡有点什么办法我才不回来的 哎 还算个爷们儿吗 啊有什么好事 你是一家之主 烂事我就我做主啊 哎 对对对对 姐 姐 不是烂事 好事 姐咱进屋梳 进屋梳 行嘞行嘞 反正有 反正有什么需要 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吧 你看我们这座机你也留了 哎 手机号你也留了不是吗 哎 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啊 需要升级的话你就告我啊 哎 哎 完全自愿啊 好了啊 哎 哎 拜拜哎 哎 喂他祖宗你可终于挂了 这谁啊这个 打一个半小时你 哪有一个小时啊 是 你自己干是不是一个半小时 多少钱啊这个 哦 这是 跟我同生死共患难的林欢 林欢是吧 哎 男的女的呀 女的 我说就是你上边跟那儿泡妞你 谁泡妞了 我是在跟他问一下 是吧 他这个电脑需不需要做升级换代 如果他需要做呢 让他再帮我看看其他的周边的同事 有没有需要做升级换代的这些人 如果有的话呢 我就一并给人家做了 我告诉你做生意知道了就是这样 工薪为上工程为下 挣钱不是最主要的 拉住客户这才有金矿你懂吗 你说的还偷偷是道的啊 要不这样 这老板你来做 太好了 我早就等着这一天哪 我屈你的吧 他要是不来怎么办 他一定会来的 我有这个感觉 什么感觉 你那感觉没一次准的 我告诉你 你小心点 你要再这么打电话 我扣你工资 你扣吧 人家准来 你得 他要不来怎么办 咱来打赌啊 打什么赌 要是他来做这个升级 你给我涨工资 他要是不来做这个升级 不来怎么办 他要是不来做这个升级的话 我现在饿了 我需要吃口饭 不是 哥 哥 哥 老友 我收抖 我收抖 你别吃了 你妈病了 急救 你真的很难度 好 可爱 你 怎么回事这是 姨非要等您过来 才做手术 她也说必须马上做 你等我干嘛呀老太太 女朋友 女朋友也不来远 你提着干嘛呀 你不说你有女朋友吗 你咋一直都骗我呢 我没骗你呀妈 我告诉你有吗 爸好好做手术就行不行 我三十岁的人了 让我小明儿 说这样上了手术太多下不来了 怎么去接你爸爸呀 你胡说八道什么的 那您再看看我给您挑点那个软件的 好好好 马上别急啊 我来 你好 你好 买点什么呀 请问张永生在吗 他不在 您找他有事啊 是 你是 你是 我是他老板 这店是我的 也是他好朋友 那就好 那个昨天他不是帮我去电脑吗 我就钱没给他 麻烦你帮我转交给他 然后顺便让他尽快去趟我公司 帮我那电脑换个件再升下集 行那没问题 不过你得再等两天 他家里有点事 回家了 回家了 对对他妈妈病了急救了 就必须得回家